所以我今天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再半碼接近90分左右完成 大概目標配速是跑4分15秒 不確定可不可以做到 拿水失敗 第44K 4分06 接下來準備要上橋 上坡考驗開始 心臟快痛死了 心臟好痛 那實踐的話就大概抓45分鐘到一個小時 要吃一次 真的跑爆了沒關係回來再修正 但你不要跑得太輕鬆 然後回來才發現我好像應該可以更快 就沒有幫助 OK好我喊1 2 3大家喊加油 最後一次 好準備囉 1 2 3 DHC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叫阿楊德瑞 我們現在人在總統府 今天算是我們台北馬賽前的小小期中考 那也算是驗收我這段時間以來的小小訓練成果 但是其實 也不是說要先打針 但我前兩天我覺得訓練狀況沒有很好 又睡很少 我手錶都跟我講說 我的狀態 緊繃耶 但是我今天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再半碼接近90分左右完成 大概目標配速是跑4分15秒 不確定可不可以做到 但我在過程中會盡可能的耗盡全力來達成我這個目標 那今天天氣其實蠻適合跑步 因為第一個沒有下雨 然後天氣我覺得蠻涼爽 大概20度上下吧 那我今天的鞋子 是穿著Nike的Nex Part 3 畢竟這場比賽是Nike舉辦 我們還是要立體一下Nike好不好 那等一下的過程 我們就去上個廁所 然後盡可能往前面擠一點 畢竟半碼賽事很多人參加 所以我們不要落後太多時間 再往前跑出拱門這段時間 OK 我們稍微熱身一下 待會就準備往起點移動 好多人 這個半碼比賽 準備開始前的10分鐘 就已經起門了 果然是萬人賽事 OK嗎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要跑4分15 那4分15其實 我平常訓練大概跑到10公里 是沒心太大問題 可是今天是21K 所以里程上是多了滿長距離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考驗 這場比賽超早 5.25就要出發 所以等一下還是盡可能的 在前面不要讓心率爬升太快 不然可能後段會有點辛苦 因為這場比賽要跑兩次橋 第一個是新生高架 第二個是在合體的地方 我們要到對岸的時候 會爬兩次 所以這兩個過程 我們實在是通過比較考驗的 再來是今天其實風滿大的 所以盡可能偷偷躲在別人後面 準備出發 8.7.6.5.4.3.2.1.Let's go 大約是30秒的時間 我們通過拱門30秒 2秒 稍微說一下30秒 我們先跑中山南路 即將繞行中山紀念黨一圈 萬一出發有點混亂 人超多的 第一公里4分43 可是我們慢了30秒 所以第一公里的配速是4分13秒 還可以接受 差不多在預期目標內 第二K 4分08秒 繞了一圈 現在回到旗店公門的地方 但是新率其實有點偏高 174已經在我的中山了 所以要稍微調節一下 第三公里 4分08秒 3K了 現在看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列車 現在我一直在這邊 待會前面100公尺就有水站了 找個喝個水速逛一下 好 上網馬就這樣蠻好的 他是 在中間 所以兩邊的人都可以拿到 就比較不會卡在單側 準備著船 上行深高架橋 現在是上橋 第一個上坡考驗 這段有點討厭就是它會有點傷傷痒痒 很微服的 但快爆心跳 第五公里 4分14秒 心率整體有點偏高 現在都是在二區上線 167 168左右 所以太喘沒有辦法 太多主持 盡可能維持在穩定的心率輸出 OK 20分 21分半左右 今年第一次半馬跟全馬會擠在一起跑 其實有點小卡 因為都在新山高架 可是只有單向的情況下 會擠在一起 水站到了 拿水失敗 決了教練加油 剛剛有變太多人了 不太有辦法拿到水 沒關係 下站4K在補合 7公里 4分10秒 7K了 前面準備了下橋 下坡現在接到北南路 現在接到北南路 目前是8點 7.9公里 快到8K 部隊起床 9K 4分09 前面就是水站 這邊準備要吃果膠 因為目標是1.9分 所以大概一半 10公里就吃完差不多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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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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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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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1分 2分 4分 1分 5分 她 2公里 地车可以四分十辆 旁邊是全馬的跑者 四小時列車 每次水站後都會呈現這種分裂的狀態 要重新接上集團 其實有點辛苦 但通常 在水站也會 有些人會減速 原本列車就有點降速 所以 要好慢慢往前接回去 13.6 剩下7公里 加油 第14K 四分流流 接下來準備上橋 上坡考驗開始 前面迴轉 前面迴轉 前面要往河堤進去了 前面要往河堤進去了 哇 開始感覺逆風 跟集團 跟集團 16K 4分01 這樣5公里 半馬車翻點 字幕下方 88分32秒 達標 心臟快痛死了 我心臟好痛 我前面從頭到尾一直躲一個很高的人後面 他大概190公分吧 我從頭到尾一直跟在後面 很感謝他 我在這邊等他回來 謝謝大家 Finish 我今天算是完成我的下半年台北馬之前的騎中考 這場比賽我覺得整體來說天氣真的是 對於半馬跑者來講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天氣很涼爽 但是路線來講我覺得小可惜 因為他跟全馬在蠻多賽道部分都有重疊在一起 像新生高架其實就需要閃一些全馬的跑者 我不確定後面的跑者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但我剛跑大概 我剛跑大概90分內的這個時間來說 是有點小小卡的 所以我這個成績是88分32秒 那我出發的時候距離比賽的大會時間應該是慢30秒 所以我的成績應該是88分01-02秒左右 算是我個人很滿意的時間 因為整體的均速大概在4分10秒 也很感謝一路上其實我一直偷偷跟在一些 就是比較高大的跑者後面 而且90分這個區間滿多跑者跑在這個範圍 所以要找列車其實還滿容易的 但小可惜的地方就是 只要經過水戰啊 通常我們的這個列車都有點撕裂 水戰我覺得也是有點小可惜 因為半馬跑者跟全馬跑者是一起跑頭一個賽道 但水戰沒有因為這樣就變多 我覺得有點小可惜啦 反正就是跑在後面要拿水的時候會有點影響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如果明年還是半馬全馬一起的話 希望他們可以有點調整 那整體來說 我對於自己的表現 我可以達到大概85-90分 因為我覺得最近的訓練狀態還不錯 但是我這兩天因為有一些公關活動 甚至我昨天還去參加一個 30-40公里的領騎活動 所以今天腳其實有點疲勞 而且身體是很想睡覺的狀態 所以可以跑這樣我有點出乎自己意料 因為我一出發的時候心率大概在前兩公里 都保持175以上 我個人覺得有點偏高 但後來發現好像在這個範圍內跑完半馬 算是我還可以負荷的去檢 所以我今天的心率範圍大概有50分鐘 都在Zone 3 跑起來我已經是 我真的是極限值在跑了 那最後兩公里我已經是 堆到自己極限 跑到三分五十九 甚至最後一公里是在四分內完成 整體來講我自己非常滿意 下一場比賽呢 即將挑戰我的就是 渣達馬拉松的半馬 那我自己的目標在渣達馬 應該也會用差不多的時間來完成 因為目標可以用這樣的範圍 來完成全馬的距離 就是後面可以延續到什麼程度不衰退 就要看我們接下來冬季訓練的這個 長距打底怎麼樣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來挑戰 長榮半馬的比賽過程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不要忘記我們這些長榮馬拉松 也有幫大家錄製了 90分鐘到2個小時範圍的跑者 都穿著什麼樣的跑鞋 我是你的家長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就是 writing 我們下支影片見 感谢观看